小妖让阿念白泽带着军队返城 自己和向柳坐着毛球回了西岩 向柳便回防风被在小妖府里待着 小妖关上了门河枪悬说起红江的事情 没想到那么倔强的神农残军 被你用这种方法招降了 我们小妖真厉害 这大概是给我那个苏未蒙面的爹最好的礼物吧 小妖淡淡自嘲 你回来的也及时 爷爷刚与我商量完 等你回来就封你为王级大将军 同时也会把王位传给我 枪旋看着小妖平静地溶出一个炸弹 这么快小妖又惊又喜 对我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突然决定传位给我 但我阴下了一桶大荒指日可待了 小妖知道坐上西岩王位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坐得长远才是问题 哥哥放心这条路再远 我一定会陪着你 道我和向柳一定会陪着你 枪旋听着前半段很高兴 再到后半段就特别想去做屠山警 天使地利人和 都给他沾拳了 还输给向柳 主要觉得屠山警好拿捏 之后小妖带着向柳 带着向柳去了王宫 见了外爷 向柳白衣白发在宫中十分惹眼 外爷 小妖回来了 西岩王喝药的手一顿 赶紧往门口跑 外爷 小妖这次收复神农军队 大获全胜 还带着夫婿来了 小妖把西岩王扶回内室 向柳跟在身后 你的夫婿不是防风被吗 这位是 西岩王有些不解 外爷 这位是神农军师 向柳 小妖朝西岩王尴尬皮笑 西岩王也并不是很惊讶 只是看了眼向柳 随后开口 你骗了我好久 外爷 小妖怕您介意 既然神农军已经投降 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我老了 你这次征讨陈荣有功 就封以为王纪大将军如何 西岩王笑着看着小妖 谢外爷 西岩王并不介意向柳 不久 枪悬问鼎天下 封丰龙为异姓诸侯王 陈荣心悦和阿念为中公王后 阿念外间军功 地位比心悦高一些 向柳封了将军 也不是吝啬封他为王 只是一个王纪大将军 一个王 中要坦明身份 他那些朝臣不同意 接着下了圣旨 向柳从龙有功 和王纪大将军堪称良配 择日以向柳的身份 在和小妖晚婚 这圣旨一下来 就有人反对 王纪大将军已有夫婿 怎么还嫁给向柳 一女是二夫 不知道是谁 巴拿巴拉说了好多 还说着向柳 一口一个不配 看着隐忍不发的向柳 小妖也恼了 拿出宫 当着群臣的面设了 那个大臣一见 大殿上一阵哀嚎 向柳是我要嫁的 他就是防风呗 我的婚事也是外夜阴韵的 你要是有什么威辞 我就送你下去 你去和我爹娘好好商量 看看我应该嫁给谁 别一口一句不配 一口一句妖怪的 看不起谁 给你和向柳放一起 你还不知道 躲在那个鸡脚嘎拉里面 害怕的哭呢 枪旋看着小妖的举动 满意地点点头 如今自己刚刚上位 也不好发火 看着这些惯用规则 压人的老士族 早就不顺眼了 我妹妹的婚事 并不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 只是转告大家一声 枪旋看着下面的那些士族 笑着说 外爷将婚事定在春夏交际之日 从朝云风出嫁 向柳从陈荣山迎亲 小妖看着小妖送过来的聘礼丹 厚厚的一本写满了奇珍异宝 从极地的冰金更是寻常一览 深海的静衣车渠 血红珊瑚 菊影玉石 就连枪旋都觉得向柳把远山兜翻了一遍 小妖还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向柳之前去军粮的时候不去海里牢 出嫁前一晚 枪旋来找小妖 带着一个盒子 哥哥这是来给我添嫁妆来了 小妖看过嫁妆单子 枪旋将陈荣固的赐给自己做封地 陈荣君作为自己的亲兵 珍宝也是数不胜数 枪旋打开盒子 是一朵若木花 小妖上辈子见过 小妖 答应哥哥 一辈子带着这朵花 枪旋喜极而起 好 哥哥替我簪上吧 小妖拿起簪子递给枪旋 小妖 无论怎么样 哥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枪旋看着镜子里带着若木花的小妖 开心地笑了 外爷曾说过 在他活着时 可以保证我嫁给任何一个我想嫁的人 我问如果是爷爷的敌人怎么办 其实我能嫁给向柳 布局自己的身世 全靠哥哥给我的底气 我知道 无论我做什么 哥哥一定会支持我 在婚当日 小妖一席华美嫁衣 如墨长发盘在脑后 长长的凤凰六珠长布摇插在左右两边 红宝石细密地嵌在金丝里 这一身嫁衣怕是大荒内再难找的第二件与此媲美 向柳一席白衣 配着一头银发有一种妖艺的美感 小妖隔着莲幕 看呆了 枪玄亲子送嫁 见到了许多来自陈荣山的老朋友 更是稀罕地见到了红江 新人白天的时 老西炎王 退位的浩灵王 红江三人稳坐高堂 就这上席足够大荒 惊惊乐到一段时间了 晚间 众人扶着昏昏沉沉的向柳进了婚房 想要见状赶紧去扶 没想到刚碰到向柳 向柳就甩开了另一只手上左耳的手 你可以出去了 向柳对左耳说 你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小妖看着向柳打去 不装醉 不知道几时才能回来 那土山族长和你的好哥哥 可没打算让我清醒着进来 向柳控诉着小妖遗留的问题 什么我的好哥哥 以后 枪玄也是你的好哥哥 是是是 我们的好哥哥 他太能喝了 婚后几日 陈荣山上的屋子里 向柳还在休息 一群舞女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向柳房间 向柳不明所以刚想让他们下去 就见一个带着面金的舞女衫上而来 小妖 向柳心想 她又想搞什么 一曲五霸 小妖顺势坐在向柳腿上 大人今日很忙忙 向柳拉住小妖 大人如此急色 小妖倒了一杯酒递给向柳 向柳一直盯着小妖 接过酒杯 喝了下去 向柳放下酒杯 来解开小妖的面纱 你要做什么 想跳舞就大大方方的跳 害怕我看别的女人跳舞吗 向柳搂着小妖笑盈盈的说 向柳 你还记不记得在清水镇成荣均 你打了我四十遍 小妖冲向柳极几眼 怎么 夫人想打回来 向柳挑着没看小妖 你猜对了 我那个时候就和你说过 这辈子别做梦了 向柳温柔的看着小妖 把头埋在小妖脖子里 小妖推开向柳 来人 把她衣服给我扒了 小妖从向柳腿上起来 太太手 屋内几个神族舞女开始上前 向柳想挣扎 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也是不上 刚才喝的酒里被小妖下了药 直到现在自己才察觉 向柳只能看着自己的上衣被扒下来 却无能为力 明明打算你自己同意 我还能下手轻一点 居然你不愿 那就别怪我了 小妖笑着抽出从汉玛那里借来的鞭子 是一舞女们退下 我知道毒药对你没用 你喝的是我配的大补药 只是太补了 你受不住 小妖笑得甜美 向柳眉头紧簇 她又羞又怒 看着小妖拿着鞭子缓缓向自己走近 喉结滚动 下意识吞咽了口水 小妖一只脚踩在踏上 她握着皮鞭子 轻轻划过向柳胸前 皮鞭上的道次划过向柳胸口白皙的皮肤 留下粉色的划痕 你敢 向柳的声音有气无力 脸上烧得通红 小妖上前轻轻拍了几下向柳的脸 笑着说 敢不敢 过一会儿你不就知道了 伴随着皮鞭 一声性感又沙哑的闷哼从向柳嘴边溢出 疼吗 这鞭子是汗拔专门用来折磨男宠的 鞭子打在身上 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大挨打着会在天天中站立 苏马感会再一次次鞭打传遍全身 是一种既痛苦又酸爽的上瘾感觉 小妖介绍着鞭子 你刚刚什么感觉 再给你试试 你 千万别被我逮 恩向柳话还没说完 第二鞭子又抽在向柳身上 让向柳把话又憋了回去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小妖看着向柳 向柳光着上身 满脸通红 一双桃花眼瞪着小妖 紧抿着唇 唇角微颤 哦 不说话 小妖笑着挥动皮鞭 一下一下抽在向柳身上 向柳也没办法 只好受着 闷哼声不断从屋内传来 鬼方书颖带着礼物想来看看哥哥和嫂子 还没靠近 就见门口一群舞女 扒着门看热闹 鬼方书颖轻声走上前 见到这场景 表情很微妙 她潜散了舞女 把礼物放在门口 去找红江聊天去了 舒服吗 小妖似乎打累了 坐下来喝杯酒 她倒了一杯水来到向柳跟前 把向柳拉起来 想把水喂给她 向柳紧抿着嘴 不肯喝 小妖只好喝下水 和向柳嘴对嘴把水灌给她 你 向柳微皱着眉 轻喘着气 言话都说不利索 嗯 小妖一脸坏笑地挑着向柳的下巴 还想说什么 你 我要 吃了你 向柳眼睛哀怨又委屈地看着小妖 小妖的手扶住向柳的脸 你这句话都说多少次了 我还以为你要认错了 看来还得继续 小妖放开向柳的脸 把向柳推倒 拿起鞭子 在空中挥了两下 看着向柳这副样子迟迟没有动手 这样 你只要说一句你错了 我就给你解药 好不好 小妖还是心疼向柳 向柳死死咬着唇 慢慢闭上了眼 睫毛微颤 等着小妖继续打过来 小妖也不打了 扔下鞭子 来看看向柳 得 好了 我不打你了 把眼睛睁开吧 小妖把向柳抱在怀里 向柳向实在赌气 向柳 不打你了 睁开 见向柳真的生气了 小妖用手轻轻地去扒向柳的眼皮 突然向柳睁开眼 猛地站起来 可能是太猛了 差点没站稳 小妖一看 要怎么解了 她腿一软 跪在榻上 扯了一个很难看的笑 我错了 向柳稳了稳身形 拿起衣服穿上 擦掉了额头的汗 你还会怕 小妖乖乖点头 主打一个知错就改 向柳刚刚还一肚子气 见小妖这样也发作不出来 她把小妖拉过来 握着小妖的手 摸向刚才鞭子打过的地方 你刚才打得我好痛 怎么可能 汉拔明明和我说 这个鞭子会让人爽翻天的 小妖低头反驳 以后别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向柳咬牙切齿 怒道 小妖嘟囔着 长了九个脑袋就是难伺候 让你爽翻天还不好了 向柳眸子阴沉 冷笑着放开小妖 是吗 你要不要也看看这鞭子 舒不舒服 向柳捡起鞭子 装装样子 吓唬小妖 哥嘎 你干什么呢 欺负嫂子 鬼方书颖带着红江来到门口 书颖进来站在小妖身前 向柳啊 怎么回事 红江缠着脸走进来 红叔父 鬼方书颖把小妖扶出来 接下来 就让红叔叔好好教训向柳 把在外面鬼方书颖笑着看着小妖 红江在屋内教育向柳要让着媳妇 鞭子